都沒有跟王法訪債人來 有著要討兩百萬的嬌囂 更透明日在大街路上 把人打在走 當時就在現場被害人的太太 馬上來報警 警察也出到驚忙 出動到將近四十個環境 在陽明山附近的重要路口來攢車 一台車一台車來搬車 這條應好 只有一點鐘就抓到什麼 警察在叫頭前那台驚車 有難度拿上鐵騎路 跟人抓走 而且被害人還在車上 警察在一點鐘來把被害人叫出來 好才被害人都沒中心 至於被害人和小王的憲法 因為教室的求婚欠兩百萬 無限 憲法都當外鬧金 當時被害人的太太也在車上 憲法把被害人抓走之後 跟他搬路車 他隨時到八道分救報案 警方也隨時算手去抓人 立刻啟動線上警網攔截圍捕 沿路追蹤這個自小客車的行蹤 十點就在道鄉路跟鄉山路口 來攔貨該車順利救出被害人 在港台北在那條街路 拿上港抓走 警方除了將憲法醫生以外 也會繼續從車上來玩